翻開蔡總統的國慶演說稿 說了26次這個國家 卻只說了三次中華民國 從頭到尾一套黑色素西裝 對比馬總統胸前始終如一 參加大典都別活灰徽章 蔡總統的國慶演說 能讓對岸感受到善意嗎 他缺乏一致心 一下子很柔軟 一下子很強硬 他們鷹派當然現在是當頭的時候 他會注意你強硬的部分 他不會注意你柔軟的部分 林泉不唱國歌 有人坐在那裡不起立 不敬禮 對 結果又要這個什麼 又要幫忙 又要來這個場合 慶祝中華民國的生日 這不是很虛偽嗎 一方面說壓力下不屈服 一方面卻又呼籲兩岸坐下來談 蔡總統一份演說稿 出現兩種面相 似乎無法好好填完 兩岸關係這份口卷 他這個強人 他講話的時候 那個尾音都很重 你是兩國論的真正的起草人 大陸對你本來就已經有成見 有定見了 所以你的耐心 又要比陳水扁 比馬恩九那個時候 要更加的強 幫忙起草過兩國論 過去七年也從沒參加國慶 今年參加蔡總統是不得不的嗎 這樣的演說 國慶演說只強調兩岸不對抗 期盼兩岸共同繁榮的人 只能失望了 G9台北綜合報導 現在進入 G9台北綜合